将粗鲁鲁猛之辈 也有一位称呼 叫二杆子 下面那可是王室侯代呀 对吧 那你说对于西厨霸王这个二杆子 这个二百五 二百五和二杆子说的是一个人 有人不太懂 我给您讲一讲 古代王侯将相 达官显贵 在出街的时候 在街道上逛的时候 那是盛世浩大的排场 对吧 但是呢 排场归排场 队伍归队伍 那如何将路上多余的行人让出来 让他们为整个车队或者队伍让道呢 哎 就这么两个人 他们有官弦名称叫贺道五百 贺指的是贺赤 贺道就是贺赤其让道 五百指的是两个人 这两个人干嘛呢 长得五大三粗 人手一个长竹竿 走在路上就边驱赶边喊来让开让开 我看你就像哪儿杆子 为啥 后面有队伍呀 有达官贵人要路过呀 古人都讲排场对吧 所以这两个人就是因为声音俗辱 行为俗辱 被百姓们久而久之就骂他们 为什么人家组络好好组络你把人家赶到一边去 人家不骂你骂谁 于是给他们这两个人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 啥名字 不是叫贺道五百吗 五百除以二 就是二百五 而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面都举了一个非常高的竹竿 知道吧 所以在我们陕西观众词汇里面将粗鲁鲁蒙之辈 也有一位称呼 叫二干子 这是名字 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